大陸現在你知道他做了一個新的動作 是取消了13.2萬噸的美國大豆的訂單 你的大豆我不要了 我要跟巴西來買 就算比較貴 我也要換成去跟巴西買大豆了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盤算呢 美國農業部周三宣布 一共是32.8萬噸的大豆訂單被取消了 結果這其中有13.2萬噸是來自於大陸 另外19.6萬噸 不知道是哪裡的 寒冰 這個現在大陸就是 好啊來啊 戰啊我們來戰 那19.6萬噸聽說也是大陸 因為就是 他有的是用自己國家名義去買 有的是輾轉從其他國家去買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氣單應該全部都是大陸氣單 因為中國大陸就知道 因為從川普時代開始 就是美國一直用這種方式 在限制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也知道自己的軟肋在什麼地方 所以他一直想要改變這個布局 所以他一直在跟南美洲這些國家在幹什麼 你知道 他在談說我現在 我把一些資源放在你那邊 我直接在你這邊種 然後呢種了之後我就直接收購 所以呢現在他可能慢慢慢慢這個戰略 已經開始獲得一些初步的影響 所以他開始可以氣單 因為對中國大陸來講他有14億人要養 他一定要保障自己這14億人口不至於匱乏 所以他一定要先去做這些事情 那他現在大概就是一個初步 那我也比如說中國大陸這個做法 其實也在南美洲一些國家引起一些反彈 為什麼 因為他們自己當地民眾本來有一直在跟做這些東西 那現在就變成他們完全是被中國大陸委託來做這些東西了 那你這樣做之後 他們當地有一些民眾也會擔心說 將來自己會不會被中國大陸控制 所以他們也會有這樣的一些想法 但不管怎麼樣 中國大陸正在積極布局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會做這樣的布局 就是我絕對不要受另外一個國家的控制 我被你控制要牢牢事實 那我以後還怎麼跟你玩啊 那當然我相信 他這一個只是一個宣誓性的動作 也就是呢 我在告訴你美國 我不是什麼東西一定要依賴你 那你也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掐住我的喉嚨的 那重點 我是覺得這兩個國家一直這樣鬥下去 你們不要忘記 你們現在是全世界GDP 數一數二這兩個大國 你們兩個這樣搞 是要全球跟你們一起完蛋嗎 人類現在正在受新冠肺炎之苦 大家還是這樣惡鬥 你們是要全地球人抱著一起死嗎 不要再那麼自私了 賴老師可是你知道像巴西 我們那天才談到就是 南美不是有共同市場 這個巴西其實也是啊 很重要 對很重要 所以現在是不是真的是 所謂的挖牆角的行動是開始嗎 然後這這樣子的一個經濟戰略 可能會對美國造成很大的壓力嗎 因為我們才提到說 拜登其實想要跟習近平談 是不是要談進一步的 比方說 我記得那天有亮哥 也特別又再強調了一次嘛 就說是不是可能 我的農產品多跟我買一點啊 沒有多買一點啊 還不要了 不要大豆了 然後跟別人買 對大陸來說的話 他確實一定要保證 他的人民都有飯吃 那麼他的這些豬啊 都有飼料可以吃 這是他們一定要確定的事 那大豆是豬飼料很重要的 也是人在喝豆漿很重要的一個材料之一嘛 那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 由於巴西是金磚五國的成員國之一 就巴西南非印度 還有就是大陸跟俄羅斯 對 可是問題就在於 因為現階段的巴西 在過去幾年的時候 他選上的是一個很右的 跟特朗普跟川普很像的一個總統 那現在這個總統也就因為川普的下台 他也比較往中間走了 但是現在的整個南美洲在吹左風 就是因為南美洲跟中美洲 他們有時候往右偏 有時候往左偏 現在我們看到智利很多國家都往左偏了 那往左偏 如果巴西目前來講 也有可能也會往左偏 一旦往左偏以後 巴西又會跟中國大陸關係 又會變得非常好 以前他在左派 也就是工黨他們在領導的時候 巴西跟中國大陸關係很好 所以他們兩邊的農產品的買賣 那很發達 而且那時候要貫通一個 就是從巴西一直要到秘魯 智利這樣整個貫通 也就是本來除了南方共同市場 東北那個南北向以外 東西向也要拉一條 拉一條這個交通運輸系統 中國大陸本來跟 要幫巴西跟秘魯他們整個接 所以等於是接了太平洋跟大西洋 換言之也就是說 有很多貨在太平洋這邊 在秘魯或是在智利 就可以卸下來 然後穿越巴西 從另外一個地方運到 這個非洲或是運到這個歐洲 那另外一部分要不從非洲 運到巴西這個地方卸下來 然後穿越過來以後 再運過來 所以當時都有很多的計畫都在做 那後來右派的總統上來了以後 很多的計畫就暫停 現在巴西看起來又開始可能會往左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選舉 如果左派又贏的話 因為整個南美就又在吹 吹左風 那一旦吹左風了以後 又往左的時候 這些國家跟中國大陸關係 又會走更一台階 這個時候美國 那麼就會更被孤立 所以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如果又開始吹左風 這些國家跟大陸的合作關係更大 大陸向他們買的農產品 的數量就會更大 那相對來講對美國的需求量就會下降 對啊 所以一定會有壓力 一定會有 那坦白講 現在通膨的壓力也很大啊 你不要說是在美國啊 歐洲啊 其實大陸呢 現在也要打通膨了 大陸的國家糧食物資儲備局 現在要什麼 要釋放更多的儲備原油了 這樣子的話油價就下來了吧 的確可以緩解這個壓力 消息一公佈之後 國際油價就往下掉了 紐約西德州終極原油10月交割價 下跌1.16美元 還有布蘭特原油呢 下跌了1.15美元 那麼在在呢 看到的都是什麼 這個油價一下跌 那看起來這個原來可以 有釋放儲備原油 這樣的一個力道 賴老師 這個我很短的解釋一下 因為大陸在前一段時間 我們的尤其受疫情的影響 原油不是跌得很慘嗎 跌得很慘的時候 大陸就拼命的收購 而且把它幾乎 國內能有儲有的 全部都填滿了 那現在後來這個 OPEC他們不想增產 可是問題就是 目前的大眾物資通貨膨脹 一直在增漲嘛 對啊 大眾物資也都在膨脹 然後在美國的關稅 也一直不放的情形下 美國的物價一直在上漲 那這個最主要還是 原油的價錢一直下不來 那最主要是OPEC 他們不願意增產 大陸這個時候把它釋放出來 釋放出來也就是說 我不是一個石油的產油國 可是你這個石油的產油國 都不願意多產油 然後所以那個價格下不來的話 我把我儲備滿滿的油 我放出來 這才是叫大國的作風 一放出來的話 那當然就往下降了 因為它一放出來的時候 那就更便宜嘛 我可以更便宜的賣的話 那你大眾物資 你油價一往下降 各位想想看 油價一往下降 物價絕對受影響 物價往下走 我們台灣就是油價往上走 天然氣往上走 我們的物價就往上走 所以你油價一往下降的時候 物價就往下降 那這樣的話 你OPEC你到底要 減產還是要增產 所以你OPEC如果說有壓力了 它一增產油價往下降 它就不再釋放出來了 那就變成大陸在帶頭 它在帶頭 反而是OPEC在看它 對 它在帶頭平易物價 因為如果再放縱 這樣的一個大眾物資 通貨膨脹的話 你想想看全世界怎麼辦 那目前來講經濟不好 然後大家收入 像我們台灣來講 有多少人沒有調薪水 如果物價在漲 你活得下去嗎 所以這個是負責任的行為 那所以大家都要美國人 多做一點事 就是在於說你美國 應該在物價這部分 你要控制了 你應該把錢收回來了 可是美國還不肯把QE結束 它的QE不結束 也就是它的貨幣寬鬆 它還不結束的情形下 那怎麼辦